活在喜悦中 作者 撒纳亚罗曼 欧林 翻译 郑浩阳 第十三章 获得平衡 稳定和安全感 要想创造稳定的心情 你可以先镇静下来 并在采取行动之前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持续而没有中断的行动 对某些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很合适的 但如果任何时候你都这样在做 那将是不太合适的 一天过后 很多人整天都被持续不断的行动给占满了 当一件一件的事情闪过或抓住你的目光时 你就马不停蹄的这么一件一件的忙下来 如果你想要感到稳定与平衡 常常在这一天当中让自己停下来 然后将焦点集中在自己此刻在做什么 改变你的观点 静静地坐着 从一个更加静定的觉知层面来体验自己 以及自己的思想 这个过程也涉及到将你的情绪带入一个和平静默的状态 当你改变姿势 坐下来 将双手放在两侧 你就改变了你的呼吸 当你的身体 除了你的思想之外 再没有其他动作时 你就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想 你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开始体验你与你的大我之间更伟大的一份联系 当你在每天的活动中暂停片刻 让身体休息 让心灵静默 让情绪安定 在你看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里 你将会找到很多不同的新方式 当你在行动中不停流转 即当你坐下来 让心静默时 你的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 让你的身体静下来 特别是当你能变得和平而宁静时 你将能使你的灵性 进到你的思想里 在你采取行动之前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决策 先与你的大我查核一下 你可以获得平静与稳定 那也就是说 在你采取行动之前 给自己一个机会 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 它一直允许自己 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好一件工作 只要你在采取行动之前 你都能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 其实 许多会让你失去平衡的事情 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有句谚语说 在你跳之前 先看一看 你无需在采取每个行动之前 都停下来想 但是 如果你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之前 能先停下来想一想 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容易 并让你拥有更多的喜悦 也许这件重要的事是买一辆新车 或签一份合同 当你能以谨慎思考来观察它们时 所有的改变都将带给你平衡与和平 如果你处在不停流转的行动中 可能你的决定 以及你所采取的行动 都将导致危机和问题的发生 如果你有某件你认为很重要的事 需要你来做决定时 切勿操之过急 当你给自己时间来想这件事 你会在脑海中找到许多可能的未来 而你也会开始看见某个行动将会造成的结果 你们这个世界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就是 这地方是一个行动与反应的所在 任何时候 只要你采取一个行动 你都会将连衣投进行动之中 就好像你将一颗石头丢进池塘里一样 每一个行动都将影响所有你可能的未来 并且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一些改变 若你愈能预料到你所采取的行动 将会在未来影响哪些事 进而能从更伟大的智慧的观点来采取行动 你将愈能在你的未来中设立喜悦与平衡 你的态度决定你如何经验这个世界 态度就是你对某件事反应的方式 一个能创造喜悦的态度 就是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都能透过喜悦的过滤 再加以诠释的态度 你的态度和展望就好像是一个过滤器 当你有正面乐观的展望 那自然就会过滤掉那些负面较浓密的经验 你的态度就是你对自己说话时所运用的文字 最近你也许刚刚成功实现了你一直想达成的目标 喜悦的态度说 恭喜你圆满达成 如果你喜悦的自己对你说一些赞美的话 那将会帮你带来更多相同的事件 态度是很具吸引力的 你花在喜悦中的每一刻都将吸引来另一刻的喜悦 喜悦 轻快的情绪所拥有的创造力 永远比负面的情绪还充满更大的力量 稳定来自平衡的态度 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 你对他们的回应将会创造你内在的平衡 若你的朋友有难 而你以感到愤怒或伤心的方式来回应 那你就远离了自己的中心 而让你朋友的能量影响你 当你开始在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平衡和稳定时 你将能观察到自己什么时候是受了别人的问题所影响 最明显的就是当那些问题对你的生活并无冲击力 且不会直接对你造成影响 但是你却仍感到沮丧或烦恼 当心中的平衡状态被别人的缺乏平衡而干扰时 好好的来观察这样的情况 下一步就是告诉自己 你能保持自己的平衡 你并不需要别人在平衡的状态下对你回应 才能维持在自己的中心与平衡的状态 在周围的人以不稳定或没有安全感的方式对待自己时 很多人都曾以相同的方式对他们回应 当某人说你做错了什么或控诉你什么时 除了感到愤怒之外 你还有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即使别人无法保持平衡时 你仍然能保持心中平衡的感受 当你的能量进到你的范围里时 你开始感觉它会令你感到不平衡 这时候你要看出自己正在与它不平衡的部分产生共鸣 当你想停止这样的回应方式时 将爱送给它 当你如此做时 你重新确定了你自己的共鸣 送给它爱 当你能这么做之后 你将能重新确定自己的平衡 并进而与你的大我连接在一起 平衡就是找到相反两点之间的终点 每一刻你都会涉及到平衡的维持 不论是实际以内耳的机能来维持平衡 或象征性的透过生活中所有事件的巧妙安排 你认为平衡状态是怎么样 它就会是那样 将平衡视觉化 并很清楚的知道那些平衡的画面 正是你想要的 你将能够创造平衡 有些人将平衡定义为一种了无生趣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们觉得事情最好能失去一些平衡 能制造戏剧效果与强烈的情绪 才能活得起劲 你们都见过那些长期处在不安之中的人 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危机 再过渡到另一个危机 他们认为平衡就是在两极端之间来来去去 有些人认为平衡与稳定就是没有半点情绪 这听来似乎挺吓人的 事实上 当你达到更高的实相层面 你的情绪将会变得非常的平静 就好像幽静的湖水 如静般的反映出湖面上的云和树 然而许多人会害怕自己没有感觉 所以他们宁愿制造一些事物来引起自己的注意 也不愿生活中完全没有任何事能引起自己的兴趣 人们常会在生活中制造沮丧和问题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平静的 那么就不会有人注意这些事了 而这样的感觉会令他们感到害怕 他们宁可让自己对一些事物有负面的关注 也不愿意生活中完全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自己的注意 有些人需要靠着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 然而强烈戏剧性的情绪总会使你远离自己的中心 你们有些人认为 当自己内心感到非常的和平 而没有什么情绪时 就是自己感到伤心或沮丧的时刻 每当你的内在静默时 你是不是就开始以为一定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你是否沉溺于表达强烈的情绪 当事情平静顺畅的进行时 你是感到愉快呢 还是开始担心下一次不知会出什么差错 习于平静是需要耐心的 虽然你也许会以为那很容易 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一个充满了和平的环境 是要比会造成分裂的环境 还更难令人适应 如果环境太过平静 许多人将会开始制造骚乱 因为那是他们习以为常的 人们需要不同的东西来维持其平衡 有人需要安定的工作 有人则需要很多的休闲时间 而另一些人需要很多活动 以及经常的变化 进入你内在一会儿 在心中描绘出你这一生中感觉到稳定与平衡的那个时刻 如果你无法在过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不妨找一个象征来代表你想要在生活中得到的平衡状态 描绘出自己在未来感觉到平衡的画面 运用象征来代表某事 是将某事带给你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方法 象征运作的意识层面 是比语言文字还深的意识层面 它跳过了信念系统 平衡所谈到的是适度而非极端 在生活中维持平衡指的是每件事都做得恰如其分 你们有些人认为 如果有更多的假日 生活会好得多 然而 当人们退休后 他们却发现空闲过多的问题 在工作和游戏 睡眠和清醒 相聚和分离之间 存在着一个平衡 而这份平衡能将为你创造最多的和平 与喜悦 消灭掉所有的对立 并不会带来平衡状态 做事能适度 累了就停下来休息 而当能量的浪潮进来时 便乘浪而行 它指的是以稳定 均衡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 有些人在做某件事的能量 已然离去之后 还长时间持续在做那件事 做那些会带给你活力的事 在集中精神与做白日梦 理性与直觉 坐着与移动之间 存在着一个能带来喜悦的 适当的混合 大多数的人需要变化 而所有的人都需要不断的成长 平衡就是在各种活动中 找到一份能支持你的活力 并能以最喜悦的方式 实现你人生目的的适当混合 当心中感到和平时 有些人会觉得平衡 而有些在他们创造出兴奋 即当他们生活的步调很快 而忙于玩弄许多事实 才会觉得平衡 有些人认为平衡 就是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而且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你们经常集由对未来的自己 将拥有平衡的画面 不断地在某种程度上 创造出你在未来将拥有的平衡 当你所有的需要 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达成时 你将会得到真正的安全感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要拥有安全感 你一定要从外在世界中 找到某件事 或找到能带给你什么 而使你感到安全的某个人 事实上 除非你能先给自己 否则是没有任何人 能给你什么的 如果你不能够给你自己 那么也不会有任何人能给你 这也就是说 目前你正在寻找的 使你得到安全感的任何事物 比方说金钱 男朋友或女朋友 婚姻 家庭 都不能满足那份需要 除非你能先给自己 内在的安全感 人们以为要感受到安全感 他们所需要的事物是赏识 认可 赞美 爱 名誉 与财富 人们经常会以非常特定的方式 来要求别人的爱 一个礼拜要打几次电话 要拥抱几次 要别人说几次 我爱你 对安全感的需要也包括 感觉世界是安全的 感觉你是特别的 感觉你是什么的一份子 很多人都仰仗别人送给你这些 而到头来也经常的感到失望 你自己就能满足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 你能爱自己 赏识并认可自己的成就 最终 只有你自己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很多人在对更高目的的追寻中 选择别人以及他们的生涯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 你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兴趣 想将他们拉近 要他们聆听你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迎合你最微妙的奇想 还有就像他们说的 要令他们对你神魂颠倒 你那想缠入别人的生活 想更加涉入别人的 却非自己的未来的欲望 将会掩盖掉你实现自己 更高目的的需要 在你将自己的成长 当作是首要任务之前 若你将别人放进自己的计划中 而想及以寻得安全感 到头来 你将经常地感到失望 最少你都会发现 当你将别人的成长 当作是自己的生命工作时 你自我成长的需要 是无法被满足的 安全感来自于 在生活中拥有一些 比你自己更大的 一些你在追求的 以及那些在吸引你 拉你 召唤你的东西 它使生活中的那些小伤害 与不重要的事件 在相形之下 全都变得更加渺小 然而 许多人不在自己的成长中 找寻那更大的东西 却反而在别人的身上寻找 要感觉到安全感 你需要感觉自己正在成长 正在扩展 而且正在扩大你世界的范围 可能你会以为 让事情保持不变 维持社会现状 会使你更有安全感 然而 安全感只来自于冒险 开放 而对自己是谁发现更多 有些人发现 当他们急着不去冒险 来维持他们世界里的安全时 结果他们却感到 更加的害怕与不安全 当你面对恐惧时 内心的恐惧感 总是会减低的 你可能曾注意过 当自己尝试 做一些新的事情后 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勇敢 也更坚强了 而这在其他的领域里 也是一样 平衡就是以一种 能让自己感到和平 健康的方式 以及一种对你的成长 与更高善 有益的方式 来处理每天 你必须处理的所有事 平衡会让你所做的事 具有鼓舞作用 并能帮助你在清晨醒来后 觉得生活是很值得的 为了你周遭的人 就在此刻决定自己将要成为散发稳定与平衡之光的源头 而为了喜悦 将你所需要的事物送给自己 而当一个和平的宇宙到来时 要愿意开放你的心来接受 游戏练习 1.想出你目前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许是买一件大东西 换工作 结束与某人的关系 写在这儿 2.安静地坐着 让身体放松 让内在深处的感觉浮至表面 至少花五分钟来想这个问题 向你的大我和宇宙的更高力量要求直言 将任何的新思想记录下来 3.留住在这安静放松的状态下 若要将更多的平衡和稳定带进你的生活中 想想现在你能做什么 将你的想法写在这儿 4.在你心里创造一个代表平衡和稳定的象征 或者你可以将这个象征画出来 想象它正在成长 正在扩展而变得更有力量 4.在你心里创造一个代表平衡和稳定的象征画